你还不妨光 我只会对你了 还不妨光 还不妨光 你还不会妨光 你妨感不妨光 有机会丰富 我只不妨光 她都不妨光 你妨感不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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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都什么时候了 夏季 怎么了 浑身没劲 看看 脉搏微弱 气血不足 你最近睡眠不太好吧 我最近睡眠确实不太好 可是我浑身都很累 你看我身上还有什么毛病 心率不齐 内分泌异常 是要得大病的征兆 不配 不可能 这个瞎说 我不理你啊 别生气了 过来 陪我坐一会儿 搞定过来 上午了 这一会儿 脖子落斩了 你站住一遍 别气了 气坏了身子 我会心疼的 你会心疼 你就会耍我 我没有耍你了 你看看你 黑眼圈都这么重了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忽逆的 你要再继续胡思乱想下去 就更连转 我 我这不想帮你一起解决吗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 好好练功 专心准备舞蹈大会 还有我 最近千万不要 单独行动 我 我想 帮你分担一下 照顾好你自己 就是 替我分担了 在了 带你下来吧 我先下了 你请一下 我先下来 校长 关于太极馆被打杂的事情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是八旗门的人干的 八旗门 八旗门的人现在如此挑衅我们学校 如果我们再无所作为的话 只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 我们学院从创立以来 就没有谁敢如此嚣张的 在学校闹事 这件事情 一定要严查 谭林 身为八旗门门主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谭林 你是八旗门的门主 那这么说 是你派人去查的太极馆 小长 我身为八旗门的门主 但这件事我真的毫不知情 你身为八旗门的门主 你门下弟子所作所为 你会不知情 你觉得我们会相信吗 校长 这件事真不是我做的 你要说了 既然 你是八旗门的门主 那我们 就按校规处理 校长 大林 请吧 我好 旁边 甚至少 加工 当下 自己有 drums 我ест者 奶奶 你怎么来了 不欢迎啊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欢迎欢迎 哈哈哈 这个给你 谢谢奶奶 奶奶你坐 魏楚 太极管被毁的事 对你没影响吧 放心 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 那就好 最重要 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八旗门也不知道 会不会做出一些 出格的事啊 放心 有牌包在哪儿 他会保护好我的 飘飘 你身为太极队的队长 可不能有所懈怠呀 我知道 奶奶你放心 我一定会加油的 还有奶奶我 太极总觉得少一点东西 你要不要帮我看看 太极之根本在于 随心所欲 心随意动 调理好自己的心态 最重要 好 我知道了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家 娜 奶奶说的是这儿 奶奶说的是这儿 奶奶你说 你说的是哪儿 我在看 是那儿 我是你师父 我在这边看可清楚了 不是这是那儿 奶奶说的就是这儿 彪彪说得对 你听她的 你看 就是这儿 给你换一换 好 那我换 奶奶你说的是不是这儿 嗯 等一下 放下 先往自己的去 我 那您把笠ello 干什么 把笠ello 拿下来 让我看 我说 刚才出了 我是说 让我还说 我现在就把笠ello 但是不知道是真是假 所以特意请师叔给我匹一匹 看看这都于毛间正不正宗 师叔啊 我来给你倒一杯 匹一匹 既然门主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来 师叔 请 师叔 茶还挺香的啊 师叔啊 怎么不喝呀 你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吧 师叔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刚才查理下毒 你到底想干吗 一会儿你就知道我要干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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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诚信我 要是拔起来的你能知道 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屁大点霸气 上上下下一半都是我的人 你觉得 我会害怕吗 把他给我看好了 王朝天 回来 把我出去 王朝天 今日把你们集合起来 是有件不幸的事 门主病倒了 什么 门主病倒了 王朝天 你别胡说八道 昨日我还见过门主 我们要见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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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如果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他得的是传染病 在治愈之前不能探望 他特地叮嘱我 让我代理门主之位 你们如果谁不服我 可以跟我打一场 谁要是赢了 代理门主之位我就让给他 你们谁敢跟我比试啊 这次八起门打砸太极馆的事情 已经调查清楚 我们也协助警方 逮捕了几个涉案人员 他们都承认是八起门的门徒 但是 他们只说是报私仇 没有人指使 哎 坦林呢 不是通知他来学生会吗 哦 坦林不在学校 给他打了电话 他也不接 不知道去哪了 八起门打砸太极馆这件事情啊 他难辞其咎 学校已经对他做出开除的处分 校长 这事可能 没那么简单 还请您 不要那么着急做决定 怎么 难道这事情 还有什么蹊跷 我只是觉得 还需要调查 好吧 我相信你 按你说的办吧 是 就很快 是 你 我呢 我呢 是 我呢 你 我呢 嗯 你来了 我看你最近训练强度太大 怕你身体状态不好 给你添了一杯茶 尝尝 你亲手怕了吗 是啊 快尝尝吧 这 这是金樱花茶 对啊 也太好喝了吧 我觉得为微苦 带一点甜甜的感觉 还有种酸酸的感觉 我觉得比外卖的好喝 我在里面加了一些柠檬水和蜂蜜 冲到了金樱花茶原本的色味 怎么样 还蛮伤口的吧 那好啊 我们就给它起个名吧 以后它就叫 不理人排金樱花茶 真爽 哪有你这么喝茶呢 来了 我再给你倒一些 魏楚 谢谢你 你真好 快吃啊 站着干嘛 好 晓晓 嗯 你渴不渴 我去给你买点水 好啊 你在这儿等我 好 一会儿就回来 你来干什么 晓晓 上次我不是故意要大声你 那是因为我也被骗了 是吗 先坐下说吧 我已经查出来了 杀害方济的凶手就是谭林的父亲 你 那个老家伙一心想让谭林当心门主 没想到最后 方济还是指定了你 那个伪君子只好装模作样的 由你当心门主 其实他闪害你的 哪知道 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 今天来我是想告诉你 我已经把谭林推翻了 就等着你回去 掌管八旗门 只要你把它 放到风飘飘的茶中 五道大会我就有百分百的胜算 八旗门会成为第一大门牌 这也是老爷子他多年的心愿 由我辅助你 八旗门振兴就指日可待 师叔就等着你回八旗门了 静静 你怎么来了 脸色这么暖大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暖大 可能就是有点暖吧 来 穿我的 那我带你去吃火锅怎么样 好啊 走吧 晓晓 找我有什么事吗 之前的事情 我都没好好谢谢你 听说这个奶茶特别好喝 就 我以为多大点事呢 没事 多过去了啊 你 好一出姐妹情深哪 我承诺你的事情我做到了 希望你也记得你答应我的 小女娃 你可真好骗哪 不愧是方济的外孙女 你继承了她的愚蠢 连真话假话你都分不清楚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其实 其实 是谁后悔 还不一定呢 我信你自己看看 谁啊 谁啊 没想到这出戏 引来了大老鼠 小小 小小 没有想到你还真的敢胡我 为什么不敢 这里没人怕你 要不是飘飘和魏楚 我还真就信你了 这是王兆天给我的药包 会是什么作用 我不知道 我会派人查清楚这个药的 免得哪天找了他的道 你给我的药包 和当年毒害我外公的 常在一模一样 其实就是你杀害我外公吧 原来漏洞就出在这儿了 下次可不能再重复犯错了 你还想有下次 要包在我手里 既然你们都知道了 那就来吧 等等 我不想以夺其手 咱们累抬上剑吧 喂 魏楚 你干嘛 要放他走了 可是魏师兄 我们就今天做个了结了 魏楚 好 那我们就擂台上剑 我和队长有一个决定 要向大家宣布 香小 加入我们太极战队 一起迎战八旗门 什么 魏师兄 你让他加入我们战队是吗 是 可是魏师兄 他是八旗门的人 更何况他是八旗门的掌门 一开始他要毁掉我们太极戏 又害过你和海洋师兄 你怎么能让他加入我们战队呢 肖肖现在的功力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他之前对我的敌意 也完全是因为误会 现在已经解决 此外 他之前为了研究我们 也学习过太极功法 实力不差 有资格加入你们 更何况 打破门第之箭 是我所希望的 包容豁达 不也是太极平衡当中 所包含的道理吗 魏叔 我们可以允许 其他门台的帮助 但是 这个人绝对不可以是晓晓 够了 这件事情 还需要从长记忆 今晚就到这儿吧 等等 我们应该相信晓晓 如果不是他 我早就被王朝天的诡计 给陷害了 淼淼 谢谢 魏叔也谢谢你 不过话 还是我自己说吧 我承认 我之前做过很多错事 很多很过分的事情 我伤害过你们 我也欺骗过你们每一个人 我真的错了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确实是怪我之前 什么事情都没有弄清楚 真相都没有查明白的时候 我就误会你们 误会魏楚 但现在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需要一个机会 我甚至比你们每个人 都想亲手了解王朝天 但是想要光明正大的这么做 只有全国舞蹈大会了 所以 我真的恳请你们 能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加入你们 和你们一起参加比赛 好吗 队长 你的意见 其他人的意见呢 看来太极队 准备找到了第五个人 欢迎八旗门肖孝加入太极代表队 我会好好加油的 欢迎加入我们太极战队 你 虽然肖孝不是太极系的学生 但只要得到了书画系老师的认可 和队长的认可 就无所谓了 你 别哭了 接下来 你们五个要加油 你最好别给我们添麻烦 我不会的 明天我们就去找奶奶 你是不是早就想来肖肖入火了 没有 就是突然想到的 突然吗 你多聪明啊 你不是 朱 朱 诸葛亮 在世吗 说得也是哈 就是 冥冥之中 有一种预感 觉得肖肖一定会是太极代表队的 第五个人 这种厉害 你刚刚表现得不错 有了你的支持 我就有了勇气 我睡觉了 对了 下次我去陈医生那里复诊的时候 顺便给你买一些 这儿都掉了 你睡不睡觉 我往这边走 咸的是吧 是 晚安 我们太极派绝对不可以和其他门派一同参加武道大会 要是给他们看见了 就会说我们太极后继无人落人口实 对我们实在不利啊 但现在的情况 这是最佳阵容 但太极向来是船内不船外 能让风飘飘代表我们参加 已经是法外开恩了 更何况肖肖 她是八旗门的人 你们这个组队 真是有违老祖宗的规矩啊 魏奶奶 正是因为这样的规定 太极才会一再地落寞 只有废出门第之间 太极才可以早日发言光大 太极未来的动向如何 我管不到 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规矩乱了 魏奶奶 我用我和爷爷的名义担保 一定不会辜负太极系的名声 奶奶 我也用我的名义担保 事态紧急 您就答应吧 奶奶 好了 那太极就交给你们了 你们的伤好心了吗 没事了 直接小伤罢了 对 你放心吧 我们都没事 我们可以轮流给你切磋 王兆天的话 我和他打过 他自称是融入了太拳和马来拳 这种拳法一般是在地下搏命用的 要是不熟悉的话 很容易受伤的 漂漂 这个王兆天在赛场上一定不会手下留情 你要事先熟悉一下太拳和马来拳 飘飘现在动作很流畅 我先来 浅刺轿 好 有进步 继续来 我来 我来 你基本上已经完全掌握了卫士太极的招式 但是太极要重其异 不重其招 你还是拘泥现在的招式 没有将太极的精髓误透 这样赢不了王兆天 其中的精髓 太极讲究的是一个空字 深空星空 自然就会领悟到其中的精髓了 爹 你怎么来了 我家的乖孙女要上舞蹈大会了 我能安坐家中睡大觉吗 伟长们 我对太极的理解对吧 封爷 让晚辈也受教了 你教我外宋女的一定是好东西 飘飘 好好感受一下空的异境 你会有新的发现 好 别走 赶住 快走 走 往那儿跑 不小心过我们事啊 同学 关什么事 我们太极是很厉害的 你们快追 我去你收了 宋哥 撤 走 飘飘 谢谢你 飘飘 怎么了 紧张了 之后还没开打呢 你就吓成这样 我没见过这么大场面 我检查一下不行啊 飘飘 你可得威风点 今天你才是主角 对啊 千万不要担心 我们大家都挺你 嗯 飘飘 你要加油啊 飘飘 这个给你 这是我特意去庙里求的 都说特别灵 加油 这个是我的幸运发卡 给你 呃 我这里有块表 好 我就不添乱了 威处 你不表示一下 我把我的能量 分给你 你呀 威处 威处 扶你 好了好了 我们也该开始准备了 欢迎大家来到期待已久的 第八十八届 全国舞蹈大会的比赛现场 在全球舞蹈大会比赛规则之前 要向大家说明一下 今年新天的规定 全国舞蹈大会 在多年的经营中 与全球各地的民间武术协会 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为了更好的 附近全球各地的民间无数交流 全国舞蹈大会的冠军队伍 将赢得参加世界舞蹈大会的机会 接下来 有请东道主 CMFU学员的代表 太极系代表队上场 队长风飘飘 队员白海洋 肖孝 陈兵 杨宁雪 替补队员魏楚 值得一提的是 太极系的风飘飘队长 接受系统的太极训练 仅仅不过一年 就获得了队长的穿号 实力不容小觑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 本届舞蹈大会最后的参赛者 八旗门 八旗门的队伍通过公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否则 我们下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什么呢 对于你这种智商的人来说 把问题讲出来才能解决问题 行行行 就你智商最高了好吧 其实我在想 如果全国舞蹈大会都冠军了 我就得出国大比赛了 训练加上比赛得一年后才能回国 到时候就得留你一个乖老人在这儿 那你说怎么办 你不聪明吗 你问我 我怎么知道 想让我跟你一起去啊 我想 如果这份荣誉是我们俩一起获得的话 那该多好 你不去的话我一个人 就是有点可惜啊 怎么喜欢我啊 还不承认 你别看着我了 行行行行行行行 我全世界最喜欢你的行了吧 整天就知道逗我 等到时候我真出国比赛了 你就自己跟自己玩去吗 是不是我如果打不赢比赛 就可以一直在你身边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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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了 藏起来 我们今天来唱歌 来 喂喂喂 你玩具还挺多的啊 我们就当今天是放假吧 你该不是不会唱歌吧 你该不是不会唱歌吧 确实 一节晨曦 深深呼吸 梦想在你我心中被燃起 无畏无惧 多一点努力 成百都有 不平凡的意义 一步一步 向前慢慢靠近 一朝一时 解决所有难题 就算有太多阻力 我也不会放弃 守护只属于我们初心的秘密 把伪装写去 做回自己 就算世界 就算世界 与你为敌 我依然 乘在你的身边 静静握住 指尘传递出勇敢 说再见 哪个胆消灰 许下心愿 要学会 你并肩 不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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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路 前山 将冰全心 全意 全心全意 不离散 不愧 唱得 就还行吧 你再唱唱 你再唱唱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最近 一天玩的时间 比训练的时间还要长 我这不是前段时间 一直都在训练吗 放个假呗 行行行行行 我答应你好吧 那个全国舞蹈大会 我一定会得冠军的 不用说 用做的 你这人怎么那么烦人呢 我 我这不是想的是 要是我要得冠军了 你就一个人 我还得出国 我不想留点咱们两个人 一起的回忆吗 这个问题 不是应该拿到了全国舞蹈大会的冠军 才有考虑吗 不跟你玩了 你去唱 你怎么还在看漫画 说我的训练呢 你来了 坐啊 我这有水果 一起玩一会儿 一起玩一会儿 我这有水果 我再问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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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手好痛啊 肌肉无力 一直在抖 你看到没 好像需要休息 我问你 武功 为什么会有高低之分 我哪知道怎么分啊 我哪知道怎么分啊 我不是都会了吗 会不会 跟厉不厉害是两码事 全国舞蹈大会的时间 越来越近了 你觉得 你还有时间 在这里浪费吗 我这是 我这是劳逸结合 我看你根本就是浪费时间 我这不是得调整状态吗 我如果状态调整不好的话 我打也打不好啊 今年的全国舞蹈大会 有很多选手 都是练了十年二十年 甚至更久 本来时间就不充裕 你怎么跟人家比 你有必要这样说吗 我这不还有时间呢吗 你到底知不知道 这次全国舞蹈大会 意味着什么 是否能够打破门第之键 都看这一次了 哎呀 好了 好了 我知道了 我一会儿就去练 我说几遍了 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就去练 我 去换衣服 现在 这是我最后一次找你谈话 你吓我谁呢 我来说 我来说 你这一会儿就去练回 我来说 你这一会儿就去练习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坐在这儿干吗 出去玩 佩佩佩 你都休息这么久了 是不是应该牢与结合 牢与结合 一会儿就训练吧 不不不不 今天我看外面天气特别好 我们要不然出去逛逛街 买买好吃的 巧克力豆 彩虹糖 棒棒糖 口感糖 算了 反正我也管不了你 不然我们去放风呢吧 佩佩 我觉得 我们要分开一段时间 什么意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